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翼羹頻道。 今集跟大家睇一單和水貨有相關的追身資訊。 根據澳門電台的消息, 海關再次在幼城工業大廈倒破了一個水客散貨點, 起出一批以寵物用品做外包裝、染色牛泊業。 海關說,這間水貨店以隱蔽方式運作, 不排除為規避海關近期持續加大打擊活動。 現場貨物總數仍然需要點算。 除動物內臟外, 海關亦發現有少量氨基酸注射液, 已經聯絡市政署作食安方面工作。 海關今次接報到市民舉報做部署。 今早27日趁著一名水客進入單位時採取行動, 帶走一名20歲的東主和拿著探親證簽著的女子。 海關懷疑有人請客工, 如果證實到真的請客工, 就會向檢察員舉報。 請客工我沒有記錯就是要坐的。 但是請客工有心思維這個機道。 請客工那裏列示, 請客工去為 Cheryl Guerrero beloved sitting along the box Bun Sit, 是請客方多巴仙需要聊天。 請客工去報警加入這些難關裝食物。 請客工到打開三 Dylan Hill too! 請客工去報警 rhythms to cover我不知 Vander speaker keys to his 입 시호話 。 讓小 weaving 하기看, 我都真是幾拿命,分分鐘又會肚子餓。 我這樣來走凍肉法,其實我都是叫做第一次聽到,可能之前都比較少。 而今次這件事,他就說老闆是二十歲的,還有一個是拿著探親證簽著的女子。 其實之前都有講過,你走水貨的人不外乎都是那兩三種人的。 一,澳門本地人,二,就是勞工。 但勞工現在捉到的話就會咳症,可能未必有之前那麼猖狂。 還有第三種,就是這一種拿著探親證,可以一日多次往返的人。 那他這類人,其實只要你不是走到三次以上,也是沒有問題的。 因為走到第三次,就要你驗核酸。 那我政策現在仍在這裏,變成這班人不是走兩次多。 所以現在這樣講,這類探親證走水貨的問題,仍然都是還在這裏,沒有解決到的。 只不過就是令到數量減少了。 好啦,那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什麼想講,下面留言啦。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。 拜拜。